欢迎收看北美地方新闻 大家好 我是张若宇 Google在美国遭到消费者提起集体诉讼 指控该公司广受欢迎的浏览器Chrome 在无恒的模式下仍然会追踪用户的行为 甚至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 Google同意和解 我们来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据报道 使用Chrome无恒模式的用户 通常会以为自己的搜索与浏览记录不会被追踪 但美国消费者2020年提出集体诉讼 文中引述Google高层主管间的内部电邮 指控Google在无恒模式下仍追踪用户的活动 用于计算网站流量及贩卖广告 Google则表示 从未隐瞒仍会在无恒模式下追踪用户活动的事实 如此可让网站管理者更妥善评估 网站内容 产品 行销方式的表现 事实上 无恒模式只会让用户端的浏览器与装置 不留搜索及浏览记录 网站端使用Google Analytics等工具 仍可取得用户造访的资讯 Google提出的和解条件并未公开 但原告要求赔偿每人100至1000美元 总额至少50亿美元 加州联邦法院法官原本裁定联合诉讼 于2024年开审 如果Google败诉 损失金额恐以10亿计数 Google本月稍早也已宣布 针对美国多州控告Google应用城市商店垄断 将支付7亿美元和解 该公司也针对用户所在位置的资讯提供新的保护措施 包括亚马逊 脸书及Instagram母公司Meta Google母公司Alphabet近来都面临美国联邦监管机构的诉讼 指控他们违反多项隐私法律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